首都华盛顿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关、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众多高强度的公司和企业 在这个繁忙城市的中心,人们经常超时工作 针对这种情况,一家叫做充电吧的休息厅几个月前在华盛顿开业 城里各处的人们常来此休息片刻 关掉了所有的电子装置,顾客们进入了一个白色幕布环绕的小隔间 里面有豆袋床、毯子和薰衣草香味的眼罩 还有让人放松入睡的轻音乐 经过20分钟的小睡 人们头脑清醒地回去工作 我们看到首都的人们,包括我自己在内,都乐意接受这个新事物 丹尼尔·图里希尼说,充电吧为我们快节奏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放慢的机会 有些东西你是摆脱不了的 像智能手机,过去没有 而现在每周七天24小时随身带 你的老板可以在你睡觉或者休假时给你发送指示 的确,有些挑战是我们上一代人从未经历过的 为了更好的改进顾客的身心状态 充电吧还提供指导性冥想过程 指导老师配极里程丝利用不同的方式 帮助他的学员及时全身心放松 聆听放松的声响 能让他们放下其他烦恼和压力进入一个安静环境 帮助放松和聆听 随着人们越来越倡导身心放松和健康习惯 日间休息的生意估计会欣欣向荣 可以说充电吧成为了这一行业的引领者 美国之音埃尔玛利斯华盛顿报道